那这个张老师 所以这一次川喜两人 如果临时协议破局的话 恐怕对于中国内部的经济的压力 又会再度加重 其实这个对于中国内部这个经济 为什么这一两年来 可以说是喜事不多 这个问题众生 这个恐怕跟这个现在中共领导阶层 特别是以习近平带头的这种 经济发展的根本思维 还有这个因为他的这种思维 所带来的这个贸易战 我觉得有绝对的关系 2018年的4月26号 那时候贸易战已经差不多开始了 习近平那个时候去 那个叫做武汉要烽火科技集团 他也是一个国企 视察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核心技术关键技术 这个是国之重器 要立足于自身 科技公关要摒弃幻想 要靠自己 他举了什么例子呢 他居然举了就是当年 为了打破西方封锁 发展两弹一心 这个就是我们最近讲的 叶涅家族的功劳 涅龙真涅力的两弹一心 这个就是为什么当时造得出两弹一心 就是发挥了社会主义优势 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当年都可以造出两弹一心 因为集中力量办大事 所以现在对于这些半导体 这些关键技术 我们只要拿出这样子的力量 集中力量办大事 也是可以做得出来的 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法学专家 咨询委员会的副主人 叫杜万华 他就发表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叫做 中美贸易战下 中国法院的破产清算工作 这个过去来讲是很难这样讨论的 他说当时在2018年 这个杜万华就提出了 他说如果美国对中国的企业的关税 从400亿 600亿 2000亿到3000亿 陆续关税提升的话 可以想见中国企业将迎来一波破产潮 这个当时他这样提 可以看得出来是中国政府内部的 这种实务派经济派 也就是过去认为比较右的这些官员 提出的警告 但是看来效果没有很大 所以中国只是设立了 这个在2018年设立了90个破产法庭 过去没有设这种东西 就有1.8万个企业破产 也就是说在这个贸易战之下 其实他的经济压力 从2018年就已经出现了 而且中国经济的问题 从邓小平时代 他强调韬光养晦 陶光养晦的意思就是说 要发展经济 要有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可是目前看起来 你搞香港 你搞新疆 美国不管怎么样 他搞个香港人权法 搞个新疆人权法 然后跟你贸易战 这个就是没有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所以他等于走回了过去 这个从邓小平时代 所以警告说 你不能够过分左 的这种对经济发展不利 的这些问题 现在可以说不断的在发 犯这些错误 所以现在中国企业面对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债性不良 股价崩盘 这些问题我认为客观上 是相互影响的 如果外部环境不改变 这内部的问题 我看是很难解决的 好我们稍后再回来